大家好我是毛喵哥 我们现在车子很多都是带天窗的 而且天窗时间一长 都容易出现漏水的情况 今天喵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很常见的天窗漏水的一种处理方式 自己用这个办法 可以把这种积水型漏水 处理的比较彻底比较干净 现在喵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车子前段时间 天窗也有出现漏水的情况 每一次一漏 正好就漏在我这个挡霸那个地方 到了夏天这个时机 现在常常这种天气 说下暴雨就下暴雨 今天太阳现在还好好的 过一会一片乌云一来 就下暴雨 一下暴雨天窗就漏了 漏起来就很讨闲 所以趁着这个天晴了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讲 如何把天窗疏通一下 打开天窗之后 像我这种半哪子天窗 就是半截的这种 这个天窗基本上就是在天窗的前面两个脚 会有两个排水孔 大家看看在这个位置有个排水孔 然后我们再看过来 这边也明显会有个排水孔 这两个排水孔 由于我们天窗上面 现在有一些泥啊灰尘啊 一些水垢什么的之类的东西 时间长了 它就从这个孔里面下去 下去之后就把这个孔堵住了 排水不灿了 现在看一下我用这个水模拟排水 这个水往这一放 你看全积在这里 你看好慢好慢的 如果排水不灿的话呢 稍微车子一晃动 就从这个地方进来 从这边一进来呢 它就会顺着这一条密封条 这个缝隙往下漏 一直漏过来 最后呢一换一换 它就从这个地方下来了 全部从这个地方漏出来 而且这里呢都是开光 时间长了之后 一个是容易发臭 二一个呢容易引起这边的短路 我现在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孔给疏通一下 上次呢 激进呢它是一股气 如果密封不是那么好 气流没那么强大呢 推起来这个感觉 还是有点不特别通 所以呢就必须用刷子 这类的东西进去把它刷干净 所以我就特意到网上找了一下 那种这种东西呢 如果你们去找的话 不要找那个天东西 你去找那种疏通冰箱的啊 叫冰箱疏通 类似于这种弹簧馆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很便宜啊 这种东西 自己去找就是了网上 我记得好像不到4块钱包油吧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赚什么 这么便宜 油费都不止这里吧 有懂汉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然后呢 就用这个东西就很好解决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疏通器呢 做的还比较好 前面呢是个毛刷啊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毛刷 找着排水孔 而且它这种弹簧的疏通管 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它可以随意弯折 弯折起来不会断 比那种纯干湿的 又好用不少啊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下疏通 在疏通的同时呢 边疏通边倒水 你看带着水是不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管道 把它拓得比较宽 然后我们再继续倒水 应该差不多疏通了 看到吧 这个排水速度快很多了啊 往外拔 看到这个毛刷上面刷了很多泥 我们现在这一边疏通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排水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排水速度好很多了啊 非常快 一会就排下去了是不是 疏通完之后 只要这个地方下雨 都是不积水 因为这个地方呢 也不可能大量进水 它还是有一个橡胶蜜蜂圈 把这个抵住了 只不过是这个橡胶蜜蜂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这个橡胶蜜蜂圈的痕迹 它不可能反正把蜜蜂 像这个位置 它可能就会漏水进来 由于这个车 天窗这个橡胶 这个地方老化了 蜜蜂也没那么好 所以呢 水就可能从这个地方溢进来 溢进来之后 它就会存留在凹槽里面 只要这个水 从排水口及时的排出去了 它就不会再进到我们车内 我们的车子呢 根据天窗的大小 就结构了不同了 大概是两个 或者四个 或者六个排水孔 反正天窗越大 排水孔越多 像我这个车子呢 由于这个天窗比较小 只有这个半辣子天窗 所以呢 它就在前面比较低的地方 设置了两边一边一个排水孔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应付过来了 如果你是全景天窗的 至少有四个排水孔 就是前面连脚 后面连脚有排水孔 如果天窗大一点的 可能在中部旁边 在B柱上面 也会有一个排水孔 建议大家呢 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呢 找个停天 可以把排水孔都疏通一下 这样的话呢 很好的保证车子的天窗 不会漏水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疏通之后呢 这个水就很顺畅的 就从前轮后面这个位置 就滴下来了 而且滴得非常顺畅 这样的话呢 就保证天窗不会有积水 好了 通过喵哥给大家的演示啊 动手的手呢 还是挺简单的啊 关键是 大家自己可以花几块钱 小钱 然后背这么一个工具 就可以把自己的天窗 随时把它这个疏通一下 保证自己的天窗 不漏水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 简单实在对你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好不好 尤其是接下来 马上夏天 很多地方都会下暴雨了 记得提前减拆一下天窗 把自己的天窗排水口疏通一下 以免到时候车子里面进水了